嗨大家,這是我,羅文煌 上來跟大家閒聊一下 算閒聊嗎?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像我個人要上來 稍微小小的發洩一下 呵呵呵 反主我啊,昨天啊 睡不是很好,從我有記憶來 算做夢啊,他其實不是做夢 他就是睡得很不好,為什麼呢 因為閒主我昨天跟我爸吵了一天假 吵了一整天的假 呵呵 整天吵了一整個晚上的假 你知道嗎?然後你要說他是做夢啊 我又說不上他是做夢,我記得 你知道就是 就是我爸很歡,然後他一直吵一直吵 吵到我記得我受不了了,我就說 我的腦子還跟自己講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吵架,我為什麼要在那邊跟你吵架 我為什麼要浪費我的時間跟你吵架 然後我還記得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吵了,我不要跟你吵,我要起床了 你知道嗎?所以反正我真的醒來了 然後醒來的時候大概是凌晨兩點多的時候 然後兩點多的時候就想說 啊!我才不要回去,我才不要回去睡覺 你知道嗎?對啊,我爸死啊 呵呵呵,我爸死很久了 呵呵呵,然後 然後我就特地還看臉書 你知道吵什麼?我先跟你吵什麼 吵到真的是 完全我今天早上還跟我老公那邊講 然後講到我老公就這樣子 跟我老公,我說 然後我說 真的...就聽了一整翻白眼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跟我爸吵什麼 我說你知道我跟我爸吵什麼 呵呵...基本上就是可能版主我 我覺得這叫所謂的 呃...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然後我昨天就是可能在直播的上... 直播上不是說... 可能說了一句我爸是個混蛋嘛 就是我爸是個 jerk 還是之類的話就對了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就... 吵架起源來自於我爸... 我爸出現跟我講說 他不是一個 jerk 他不是一個混蛋 然後我就這樣 Are you serious? 你在跟我說認真的嗎? 然後他就說我把你們照顧那麼好 我說你是哪個時候照顧到我們 你知道這種對話其實就是很... 很無厘頭的對話 因為其實認真的我知道 我爸在15歲以前完全沒有出現過啊 完全沒有出現過 然後出現了之後 他又是那種... 超級重男輕女的你知道嗎 就是跟他拿起來還要寫戒句那種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他所謂的照顧 我不知道他所謂的照顧是什麼東西耶 呵呵...有啦有啦 我們不至於離... 羅... 你知道 你知道嗎 就是嗯... 流浪街頭啦 可是我覺得有些時候 mental就是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折磨其實是會遠大過於生理上的 你知道嗎 反正anyway 在我還沒有醒來之前我們就在吵這個 吵這個他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然後我就說 重點是 爸爸這兩個字決定在我的觀感 不是決定在你的觀感 你看版主我在吵架 我的吵架在... 我的夢裡面竟然還超級有邏輯 我還跟他講說 爸爸 你是一個好的爸爸 這兩個字決定在你的子女 不是決定在於你 呵你知道嗎 你可能對其他兄弟姐妹 因為我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對他們來講 你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對我來講就不是啊 那不是就不是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他就是硬要跟我 就是很盧你知道嗎 然後反正你們可以知道我情緒很激動 我還蠻激動的跟大家講 因為他這就是一個很盧的人 然後吵到... 吵到我真的是在夢中那樣 我為什麼要在那邊跟你吵架 我為什麼要跟一個... 我為什麼要跟一個鬼在那邊吵架 吵這種沒有意義的話 然後我醒來了之後 醒來之後我就決定 我要上臉書看看嘛 逛一逛 diver diver自己的tension 讓自己可以 不要一直想這件事情 不要氣這件事情 然後花了大概 30分鐘還是一個小時嘛 又累了嘛又回去睡 重點是我睡的時候 他還在那裡 呵呵 然後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你真的很想砍人你知道嗎 然後你又告訴自己不能殺身 可能就是這種狀況 然後我記得我睡的時候說 你怎麼還在這裡 你知道嗎 然後他還要講 我說重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已經死了 重點是過去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也沒有怨你我也沒有幹嘛 然後只是就事而論來講 你真的是一個混蛋嘛 你知道嗎 重點是你死了你都死那麼久了 我說你都死那麼久 你管誰叫你混蛋啊 你要是不想要當混蛋的時候 你應該在生前的時候 就不要當混蛋了 不是在死了之後再跟我討論 你要不要當個混蛋嘛 你是不是個混蛋 這是沒有意義的你知道嗎 這整個東西都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 嗯 這個夢聽起來很像我在跟自己對話 Trying to sort out 我覺得是 呵呵呵 像不像?像嗎 我一定是有內在有 所以我老公第一句話說 你是不是內在還是 還有什麼沒有什麼解決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哪有什麼沒解決的事情 都解決的該解決的 可是 我改天再回來講這件事情 之後就會講 我是不是內心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東西 是還沒有解決的 我自己不知道的 你知道嗎 一個早上就出現 呈現在一種滿 滿Twilight Zone的感覺 所以才會為什麼今天跟大家來討論這個神經病的話題 因為我真的昨天光是做一個夢 就快要被我老老爸給逼瘋了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 因為他就 我就說 重點 我還跟他講說 重點是你死這麼久 你怎麼 還是個鬼啊 你死這麼久 怎麼還是個鬼啊 呵呵 然後 他就說 他就說 他 所以他需要我來幫他嘛 然後重點是 我說我為什麼要幫你啊 呵呵 所以 我的內在一定有 還不能解開的解 因為 我對於 幫他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有稍微的resistant 因為我老公今天就問我說 他既然還來找你 是不是要你幫他 我說他是要我幫他 沒有 他說 我的老公說 那你要怎麼辦 你爸如果一直煩你 你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砍了他 我現在在borderline 決定要不要砍了他 他說你不能這麼做吧 我說為什麼不行 不過你知道嗎 講歸講啦 因為真的是氣壞 因為真的是被他鬧了一整天 然後有點不爽 然後 就想到幫他這件事情 其實我本身是有resistant的 因為 我覺得 一個人死這麼久了還沒有超 還沒有 還沒有到白光的 還沒有升等成靈魂的 你知道 一般都是罪業深重的人 哈哈哈哈 不過anyway 這是真的是死鬼 我爸真的就是死鬼一個 不過 上來主要上來稍微發洩一下 因為真的是吵了一整天的架 而且是那種 就是標準的你用邏輯沒有辦法吵 然後他 他還要 所以我爸沒邏輯管理也不是 因為他又說 我就是要這樣子 你看嘛 我至高奮勇成為這樣子的壞人 才可以讓你 才可以讓你 啊 走到今天的地步 就是我今天版主我今天還沒有避風 其實大部分是他的功勞 你知道這種話真的是只有 這種人才說得出來 呵呵呵 所以反正我今天要 啊 我真的 你們真的是 啊 你們必須忍耐我 因為我真的是 吵了一整個晚上的架 有一點語無倫次 神智不太清楚 所以我常常說 為什麼我常常在精神 我其實本身是一個在神經病 邊緣上面游走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常常遇到這種 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嘛 所以 啊 關 關於 為什麼版主我今天講神經病 因為我爸的原因 然後 是不是有內在 放不下的東西 應該是有 只是版主我不想浪費那個時間 呵呵呵 去思考 或者是等我有空再花時間思考 不過今天只是上來 上來稍微跟大家閒聊一下 台灣的朋友們現在是半夜 聽到我在跟那個 沒錯 啊 呵呵 我覺得 我這麼resistant 我這麼resistant 幫助我爸其實還有蠻大的原因 我爸爸不是只有一兩個小孩子而已 我爸爸 我爸爸的 我爸爸的小孩子大概有37個 37個 你知道 有誰有辦法生那麼多小孩子 女生一般不是他寵的對象 就是女生尤其是我媽的 特別是我媽的小孩子 不是他寵的對象 他有很寵的小孩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來找我 你知道他那個寶貝兒子 呵 這邊再讓我謝一個禮 他那個寶貝兒子 不是也通靈嗎 不是也很會算嗎 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不去找他 為什麼要來找我 這是我 我比較不能夠理解的事情 你知道嗎 而且就算不是找他 不是找我 你還有其他三十幾個 是你曾經受惠於你的人 你知道 是那種真的受惠於他的人 為什麼不去找他 因為我相信如果大家都通靈的話 我相信我絕對不是這一輪裡面 唯一通靈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內在 版書我內在是有抗拒感的 所以很多 這可能是為什麼 當初 高等靈魂在跟我講說 好奇怪喔 頓時間講不出話來 我想這是為什麼 當初高等靈魂在跟我講說 父母是你選的這件事情 雖然版主我 平常這樣跟大家講 可是 為什麼高等靈魂當初 在跟我講這件事情 也是一件很難很難讓我接受的事情 就是 真的蠻難接受的事情啊 嗯 嗯 不過 父母我選的嘛 你知道 呵 對啊 好了啦 不講了 不講了 呵 版主我因為我的 我的通電真的走的比較 蠻辛苦的 就是 除了 身體上 除了身體上的暴力之外 雖然不是來自於 單方面 爸爸嘛 除了身體上的暴力之外 其實我還接受蠻多的 心靈上的暴力 就是心靈上的暴力 身體上的暴力 然後 今天早上起來 醒來的第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那種 我活到這麼久還沒有瘋 還沒有瘋掉 可能我已經瘋了 那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可是 醒來的第一個感覺 真的是 我到 我活到這麼久還沒有瘋 瘋掉 真的是一種奇蹟你知道嗎 所以版主我長這麼大之後 尤其是身旁的朋友 當他們有出現 不只是所謂行為的暴力 可能是心靈上的暴力的時候 我會特別沒有辦法忍受 就特別沒有辦法看不下去 或特別看不下去 或者是 你知道朋友曾經在笑我 我有一個soft spot 然後 其實真的是有原因 他跟著我 他跟我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 版主我小時候的身體暴力 是 還不是那種很輕的那種 是那種蠻嚴重的那種 是那種 被打到 一整個月上課都必須要站著 因為全身都流血破皮 你知道嗎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坐在 一直上上課的那種 然後 對啊 精神暴力上 也是蠻嚴重的那種 所以 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的 其實沒有任何特別目的啦 真的沒有任何特別目的 今天跟大家閒聊 只是上來跟大家 稍微發洩一下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的情緒 可是我想拿自己 我想拿自己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人 正在面對生活中很痛苦的時候 就是生活中很痛苦 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我被打得很嚴重的時候 我才在上國小一年級耶 七歲吧 六歲七歲 一個國小一年級的人會有什麼 解決方法 有解決方法 你知道我還有被熱水燙傷過 你知道 人家很不高興的時候 那種滾燙的熱水直接倒在你身上過 那種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哈哈 我知道有很多你們在人生中 有很多很多 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的時刻 然後到你們那種覺得自己好像快要瘋了 然後好像無路可走了 然後好像無路可走了 版主我今天做這麼直...這麼多直播 其實真的很想告訴你們 我其實是一個過來人 你知道嗎 如果 我到今天還活得好好的 如果 我都可以走出來了 我想說的是如果我都可以走出來了 你們一定也可以 你知道嗎 我透過很多分享 你有時候會聽到好像鬼打牆一樣 我好像 一個broken record 一樣 不斷在重複同樣的東西 因為它真的是 所謂的foundation 就是你們的基礎 你們的基礎 我知道你可能不懂 我不知道你怎麼去 可是我今天以過來的身份告訴你 沒關係 我們慢慢走 我們一步一步走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瘋 那表示你們一定也有 可以不要發瘋的方法 所以 所以只能說 版主我活到這麼久還沒有瘋 真的是一個奇蹟 你們也想辦法讓自己變成一個奇蹟吧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們也想辦法 讓自己變成那一個奇蹟 因為如果我可以 表示你們一定也可以 真的是內在還有解不開的解 我心裡有一個 我心裡有一個很暴力的一面 可是你知道 啊 陰陽是共存的嘛 你一定要知道陰陽是共存的 那個暴力的一面一定是跟一個非常脆弱的一面 是 肩並肩共存的 所以 今天在平常的時候其實是 即使在直播上會很小心的不要去走 不要去走 或者是碰觸 接觸這樣子 就是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也很小心 我走路其實 就像想像你在走這條路 然後你想像走這條路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脆弱的你 然後你有一個很暴力的你 然後你的每天生活中都很努力的 不要去碰觸到很脆弱的你 也不要去碰觸很暴力的你 你知道因為他們是兩個極端嗎 呵呵 他們是很嚴重的兩個極端 啊 只是沒有想到今天這樣子被鬼鬧一天 可能是已經睡不好 呵 睡不好所以大家 睡覺很重要 能夠好好的睡就好好的睡 呵 呵 不然就會很容易像版主我這樣情緒失控 好啦 只是上來跟大家 嗯 只是很快的上來跟大家做 閒聊啦 呵呵 然後 稍微以一個 稍微讓我允許我一個 過來的人的角色跟大家 讓大家再討論 討論一下 呵 靈魂的當下沒有辦法 靈魂不會設你沒有過不了 就是過不了的坎 的功課 你知道嗎 靈魂的層次來講 不會做這種事情 當我們在人的意志底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人的意志底下 很容易放棄自己 很容易相信自己 我不行 我不可以 然後我不能夠 今天為什麼 版主我一二再再而三的 跟大家強調說 不要叫我老師 不要把我抬到高高在上 因為很重要一點 我是一個過來人 我是一個過來人 我希望一個平等的角色讓你知道 你現在在走的路我也有走過 我們可以慢慢走 你知道 一旦被放到施者的角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一旦在階級上 會開始有點區分的時候 很容易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可以做到並不表示我可以做到 你知道嗎 這是我很努力的想要讓大家 避免去思考的方向 因為 我想讓大家知道的是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偉大 沒有 我有 我有很崩潰的時候 我有幾乎快要發瘋的時候 我有 那種 真的覺得我不能夠再走下去的時候 所以 今天 可以這樣子一株好好的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事情 我所經歷過的事情 不管這些事情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還是花了我多少年的時間研究出來了 其實最忠貞的 就只是 讓自己成為 我只不過是讓自己成為那個 當初我希望 有這麼一個人 可以在那邊幫我的那一個人 我成為那一個我所沒有辦法擁有的那一個我 這樣講你懂嗎 所以 路很難走沒有關係 我們慢慢走 慢慢走一定會到 只是我希望 當你們在對自己絕望 失望 放棄 甚至要選擇放棄的時候 可以花一點點時間聽我說的話 如果我今天都可以走出來 還沒有瘋掉 你們一定也可以 好了啦 不講了啦 不講了啦 好講 稍微發現一下 好了 版主我不講了 我們就先這樣子 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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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